乱斗题材 乱斗题材可谓是近几年来的热门 不少游戏都走起了乱斗路线 中西人物大乱斗手游 导梦英雄 到底如何呢 下面就来看一下吧 作为一款角色乱斗游戏 收集各种奇特角色自然是少不了的 游戏中的英雄人物数量众多 玩家可以通过过关奖励 高级占卜以及宝箱随机抽取等形式来获得英雄 每位英雄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能力和队长能力 当玩家在阵容一览中 把他们组织成一支队伍后 便可以开始战斗了 导梦英雄在战斗模式上采用了即时对战 战场上玩家需要手把手 操纵着英雄们 与他们一同奋斗 通过不断的战斗 英雄们就会累积技能槽 当技能槽满了之时 就可以发动强力的必杀技 游戏设计了自动战斗模式 不擅长动作游戏的玩家 也能很好的体验战斗快感 除了关卡模式之外 游戏中还有不少有趣的战斗模式 无限梦境便是其中之一 当玩家等级达到15级后 就可以进入此模式 玩家需要面对敌人一波又一波的挑战 当完成一关后 便可选择任意一种附加能力 然后继续闯关 打完小兵 就来与世界boss对决吧 玩家等级达到24级后 便可参与每晚开放的世界boss战了 世界boss是梦魅果变出来的幻象 只会存在一小时 但如果能在20分钟内将幻象消灭掉 第二天就会遇到更强大的幻象 另外每个幻象都会有特殊的英雄 对它造成额外的伤害 玩家可以尝试不同的英雄组合对付幻象哦 只是想和其他玩家对决的话 游戏还提供了天竞角斗场 玩家在这需要挑战并战胜9次 才会成为最强赠梦者 如果失败三次就算挑战失败了 另外系统还会根据玩家的胜利次数 来给予不同的奖励 英雄人物的收集培养 与及时战斗的火爆爽快 这两者相结合 使得游戏比较耐玩 当然和有各路英雄齐聚 也让游戏充满亮点 对于喜欢角色乱动 或者动作游戏的玩家来说 盗梦英雄都会让你找到乐趣 那么本期的好游快键就介绍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